大家好,我是小娜 我看到这边有一块向日葵地特别漂亮 当时呢 看每个上面都套了塑料袋 咱们过去问问那个干活的爷爷吧 走 爷爷 嗯 你把这向日葵都套上袋子干啥 媳妇人倒的不行 哦,媳妇人吃 鸟吃的吧 嗯 你说 还吃的厉害了 这也不是个办法 不是办法没法 你这拿塑料袋忙着 肯定也想长的吧 它影响它有坏事 它不好 不好你也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没办法 不是,那你塑料袋 你套上它就不倒了 嗯 套上它就不倒这个是 爹 是吗 嗯 它不好反正 那你放个泡或者干个啥 下一下能行吗 哎呀,你下来一会儿它又来了 下来一会儿又来了 现在小鸟还这么能啊 嗯 你这种了几米这是啊 我就种了这一点 又一亩地我看到 嗯 你看哪一个是倒了的 你看 这就倒了 你看这鸟肉快把这倒没了 辛辛苦苦种点 这看容易嘛 让鸟吃了 对 它来了 骑着哪一个一直倒 那做这一亩地能 到时候能产多少 产多少油 哎呀 产不了多少油 产个几百斤 哦 能产个几百斤 是吗 你说自己吃了还是计划卖了 哎呀 自己吃了 那吃两年 哎呀吃 吃不了 一年 一年 多了一年 说上一亩地就能吃一年吗 这葛花油下来了 卖七八块钱一斤的吧 卖七八块 嗯 那你忙吧啊爷爷 你忙吧 你忙啊 你去吧 我给你帮忙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走啊 那我走了啊 好 哎 农民窩窩辛辛苦苦 种这么一点 就是一年为了节省点油钱 可是 你看这挺麻烦的 这小鸟吃的呀 就管不了 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防这种鸟吃吗 在下方可以评论一下 这里是农村一家人 下期我们再见